陳吉聰,事情的防疫分數以及疫苗分數 你好像有用一些比較欺負的言論,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原因還是不認同那個分數 怎麼會有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人 當台灣人民沒有記憶 去年疫情爆發的時候,在台灣打一支疫苗被當作賊一樣處理 為了要打一支疫苗要跑到跌倒,為了要打一支疫苗被移送法辦 然後我最生氣的就是,不是變了8400億的防疫特別預算嗎 怎麼會買不到疫苗 你說最後搞到那個什麼立陶宛、斯洛華克 他們不但買到疫苗還有剩下可以送台灣 我就很想問,錢跑去哪裡,怎麼會買不到疫苗 你不買疫苗,然後護航高端、阻擋BNT 我跟你講阻擋BNT這件事有罪火大 你不買好吧,那民間買了 七黨八黨 你有沒有把台灣人民的生命當作一回事 你還敢說我沒有口德,你沒有義德還說我沒有口德 陳時中你就明白講嘛 如果你選上的話,你就立刻停辦雙權論壇 你可以講啊 你現在當市長候選人,你就講明白,說清楚講明白你的政策是什麼 抗中保台嘛 抵抗陳時中保衛大臺北嘛 抗中保衛大臺北來 你真的誇張說不早就完成了 你不會選擇負責任 不得分辨 你不會選擇責任